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了所谓的法定声明之后 到底背负着什么责任 一份法定宣誓书究竟具有多大的法律约束力呢 那宣誓书一般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宣誓的证物 它是否可以接受变成是一个证物本身 要看它的法庭要在哪一种刑事的法庭的运用 如果是书面刑事的法庭程序 那这一个法定宣誓书就可以被用 但是如果需要通过这个停讯的那个法庭程序呢 那么这个法定宣誓书的宣誓者本人 他就必须要到法庭来确认以及被咨询 如果一个人签署的法定宣誓书 然后说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内容的话呢 他可以在刑法上被起诉以及会负上刑法的责任的 如果他被放进法庭然后被法庭考量的话呢 那也是一种藐视法庭的行为 根据1960年的这个法定宣誓的法令 也参考了这个199条跟200条刑事法典呢 如果任何人通过法定宣誓这种方式呢 然后把这个法定宣誓交给任何这个官员或者是法庭也好 那么这就犯上了所谓的给假口供的这一个刑法 就会被控诉给假证据 false evidence 因此呢是一个刑事罪 看回阿兹拉的这份法定宣誓书 目前警方表示会鉴定真伪在议决下一步行动 那么警方究竟凭什么重启调查 法定宣誓书本身是一个记录事实的一种方法 那么如果警方收集到或者是得到某一方面的法定宣誓书 而觉得里边有刑事成分的话 那么这个警察呢他可以重启调查 当然你或许还记得同样是蒙古女郎案 于2013年逝世的自家侦探巴拉 就曾经在2008年7月3号至4号 两天内发出了两份宣誓书 而且是推翻了自己执情的说法 这难道合法吗 那一般上的很少人 就可以同时出了几份法定宣誓书 而内容又相互矛盾的 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 可能会使到法庭甚至一般人都质疑这一个人的诚信 就是讲说他 任何其中一份的法定宣誓书 肯定是有不识跟不符事实的一些层面 那当然除非那一个宣誓者可以说 他在签某一份法定宣誓书的时候 是在被威胁的一种情况之下 那或许他可以证明具体的威胁的话 他可能可以免除刑事责任吧 所谓的某一个人发案上的刑事罪 只有等到他把这个法定宣誓交给法庭 或者交给公共官员 或者是任何一个官员 需要可以有法定身份去接受 这个法定宣誓书 那他才可以犯上这个刑事罪 也就是给假口供罪 或者是把这个法定宣誓书 通过这个affidavit的方式 成交给法庭 那么他就会犯上描示法庭的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